配合2014年的马来西亚旅游年 同时也为了庆祝马日40周年邦交 槟城日本领事馆特此安排了 曾到多个东南亚国家表演的阿牛语秀 RNNT的合运乐坊 特地前来槟城参与文化交流会 而表演的其中一站正是寒江中学 寒江董事总务拿督谢师坚博士 在致辞时强调 在亚洲今日面对不稳定 与各国互相矛盾的时代 通过音乐舞蹈与歌艺的熏陶 可以使人心旷神怡向往和平 让我们期待战后复兴的日本 能在各方面卸助其他的亚洲国家 一起进步与推动改革开放 但所有的一切的前提 就是亚洲的和平 世界的和平 因此要大多数人的根影 以培制 进而发扬友善 以慈悲为怀的心情 并向人类散播大爱 我希望这次的亚洲巡回展 能在这个基础上 孕育音乐带来的和谐社会 得以恐固和发展 日本驻兵总领事叶田龙儿表示 他坚信透过文化交流与表演 我们可以了解人类独特的一面 也能跟进新时代的步伐 在这一方面一起共同进退 同时制乐坊的巡回演唱会 也是促进马日两国邦交关系的重要桥梁 冰州旅游及文化发展主席 罗信强行政议员表示 州政府和日本驻兵领事馆 在维持马日两国的友好邦交方面 都共同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鼓励外国的文化 到来槟城表演和交流 就好像每一年 庆祝日本 这个Bond Odori 彭武界 我们今年也有 跟这个泰国的 领事馆 和印尼的 都有这些文化表演 和韵乐坊是由三位才艺高超的 日本艺术家表演大鼓 日式吉他和日式长笛等乐器 是传统与现代音乐的完美结合品 精通太鼓与三位线高手的 双胞胎兄弟 锦上良平和锦上公平 以及单费后的前太鼓乐队团员 齐藤秀之 在舞台上以多种的乐器 为寒江三校的师生们演绎多首歌曲 其中就以双胞胎兄弟 两人同时操控一支 日式吉他的表演 最令人惊叹 韩式记者采访播导